上次战斗的解释后 夜晚城市遭到了化石兽的攻击 这次的敌人是黑暗魔兽达克 身上有很多导弹的炮管 可以释放导弹 还可以释放破坏光束 被照到就会粉碎 爪子可以释放很短的弓箭 在敌人光束武器的攻击线 来听的大部分武器都没有作用 双方展开了肉搏战 最后虽然踩断了达克的手臂 来听的手臂也被光线照到 来听的机器上还配备了电脑 根据电脑分析 要继续朝北前进 不然手臂就会废掉 光按照来听电脑的指示 听葬了指定地点 有岸太郎也来到这里帮忙修理来听 化石兽达克这边派出了小蝙蝠 跟着光给黄鸡送斯巴克机车的车子 找到了光挺放来听的地方 现在来听虽然已经完成了部分修理 但是缺少关键的能量 木头龙 来听指引来到这里 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在大家搜查这附近的时候 化石兽达克已经追了过来 他的手臂已经恢复 光为了保护伙伴 自己把敌人掩开 不过在躲避敌人攻击的时候 不慎被击中 看起来是被打飞 达克认为他已经杀死了光 出洞穴和阿加鲁将军 一起办场开香槟 他们认为这个事件 已经没有能够阻止妖魔帝国的力量 决定毁灭日本庆祝一下 不过光还没有死 虽然确实受了致命伤 玛丽找到重伤的他 就在光快要挂掉的时候 他和玛丽的身上突然发光 身上的伤口全部恢复 这些光就是摩特罗能量 很快光就醒了过来 而莱青也同样被摩特罗能量恢复 莱青出现在战场上 让达克非常吃惊 双方开始战斗 先是连发两个天神导弹 重伤了能够发射光线的位置 不过重伤后 其实还是能够发射破坏光线的 但是后面又释放几发后 就不再使用破坏光线 不清楚是个什么原理 话说达克的翅膀居然还可以做武器 这是双刀流箭士 双方打了一个五五开 达克手中的翅膀还可以做投掷武器 投出去之后可以分散攻击 最终莱青用天神剑重伤了达克 最后变成神鸟 顶着破坏光线将达克一分为二 这破坏光线为什么没用了呢 刚才一段时间为什么不用了呢 搞不懂啊搞不懂 这都是命运是之门的选择吧 总之最后消灭了敌人 不过恢复莱青和光后 洞穴的特母龙能量就消失了 一次性补血霸 上次战斗的几日后 妖魔帝国再次派出了化石兽 保石魔兽带阳 使了一手好双截棍 五千度的火焰 还有零下三百度的冰冻风暴 甚至还可以一起喷射 除了火焰和冰风暴以外 还有一手溶解液也十分强力 化合很多 但是和莱青差别很大 很快就被切成几块 最后天神剑将敌人消灭 连光都觉得敌人弱的不正常 不过戴亚昂其实并没有被彻底消灭 而是逃回了妖魔帝国 他察觉到了莱青的弱点 那就是莱青制造材料 金属硬度只有9 如果用宇宙最坚硬的钻石做武器 一定会取得胜利 最后利用戴亚逃回来的头部一起 加绍宇宙最坚硬的钻石 重新复活了化石兽 戴亚二世登场 化石兽开始进攻城市 而光这边 因为我方开发出了新的发动机 他和赤团的小伙伴 组建各种载具实验性能 在实验浅水载具的时候 出现了意外 还是布尔加回来支援 不然光没合体来听时 可能就被干掉了 布尔加的头部还可以分离一个战斗机 光乘坐它去驾驶来听 布尔加则吸引戴亚二世的注意 通过巨型要塞贝壳上的圆孔 随后骑车去驾驶来听 布尔加这边被冰旋风脊椎 在危机的时候 莱听赶了回来 竟是清理掉附近的妖魔兽堕落霉 随后开始和戴亚二世战斗 戴亚二世的头部和身上 一共有三个剑刺 全部是由坚硬的钻石制作而成 这三个剑刺全部可以弹出远程攻击 双手也共有八颗剑刺 莱听的装甲面对宇宙最硬的钻石 完全没用 戴亚二世的牙齿也全部改造 穿透了莱听的下耳藏 伤到了光 它顶着敌人的攻击 从背后抽出弓箭 给了戴亚二世一下狠的 话说戴亚二世的武器非常丰富 头部的两个小脚 居然还可以组成回旋标 这次莱听受到的伤害是最高的一击 不过还是顶住了压力 把敌人扔进了眼睛中 虽然是宇宙最硬的钻石 但是在高温下会变得脆弱 莱听占据了上风 最终变形神鸟彻底消灭了敌人 上次作战失败后 妖魔帝国用海蛇的灵魂做原料 以及专门预备的武器 制作出了新的花式兽 海龙 多罗斯凳 光这边明日相立传来联络 在今天出航的 圣武玛丽号邮轮附近 感觉到了恶魔 这正是赤团和玛丽常坐的邮轮 光自己的票还让给了一个 丢掉票的小女孩 邮佳 在光出击的时候 圣武玛丽号已经被妖魔帝国控制 他们在船上撞了炸弹 要让船冲进石油联合场 产生大爆炸 诈评关系 莱听感到想要船停止的时候 遭到了海龙的阻拦 海龙的手指可以发射子弹 身体上安装了一个巨大的钳子 还可以发射爪子形状的炸弹 莱听要被钳子抓住贴脸 不断的发射子弹 因为多罗斯的纠缠 莱听没有办法去解救邮轮 在巧合的情况下 利用镜子成功砍伤了敌人的脖子 本来光以为已经干掉了海龙 不过在莱听要拆除游轮喷射器的时候 再次被海龙阻止 这就是不补刀的后果 海龙摇动尾巴形成水龙卷攻击 不过被莱听的天神剑中断 趁着这个机会 莱听拆下了海上的巨石 运送到了游轮面前 暂时将游轮停住 不过船上的冲击 让玛丽差点掉下去 而本来只能做轮椅行动的游家 为了救玛丽成功站了起来 这时沈公司力他们成功进入了轮船 不过巨大的岩石也只能阻拦游轮一阵 再次朝着石油联合工厂前进 莱听这边再次被海龙缠住 解释身体上的武器即便被砍掉也能恢复 口中还可以配射火焰 沈公司力他们在船中寻找定时炸弹 时间已经不多了 马上就要撞上石油联合工厂 而莱听这边终于找到了机会变形神尿 彻底消灭了化石兽 及时拦住了游轮 而明日香他们在这集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终于拆掉了炸弹 这次妖魔帝国再次失败